俄军对乌克兰的攻击持续升级 并且针对住宅区发动攻击 首都基辅近郊炮火不断 乌克兰平民被迫在战火下逃生 死伤正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俄军还特别公布一段影片 显示坦克大军已经抵达基辅近郊 另外俄方宣称已经摧毁乌克兰 一处空军基地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公开表示 接下来会对乌克兰国防军工企业 实施精准打击 声称这是让乌克兰去军事化的一环 而若入俄军手中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已经与西方失联 虽然继续运作 但是现在已经受俄军指挥官管理 法国总统马克宏周日与普丁通话 马克宏特别关切河岸问题 强调要避免损害乌克兰民用的核设施 而根据联合国方面的统计 乌克兰至少已经有364名平民死亡 759人受伤 但是实际伤亡数字可能还要更高 随着乌克兰民众处境越来越危险 俄乌第三轮谈判即将举行 现在有消息传出乌克兰不愿意在领土完整方面妥协 但是愿意开放讨论非北越的模式 也就是暂时放弃加入北越的企图 战事发展到现在 普丁也面对国内舆论的压力 俄罗斯周末在各大城举行反战示威 根据人权团体的追踪 在俄国56个城市中共有4000多人被拘留 而如果战事越拖越久 将会对普丁越来越不利 因此第三轮的谈判 或许双方都会有所让步 记者综合报道